各位观众,今天是2015年9月13号,010月19号联邦大选投票日,还有一个多月,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今天特别邀请联邦大选大多伦多地区华裔候选人与本地中文传媒见面。 保守党、自由党、新民主党和绿党四大联邦政党华裔候选人借此机会向公众介绍自己,向传媒阐述各政党纲领,见面会更特赦媒体自由发问环节。 本次受邀请出席见面会的华裔候选人包括新民主党的邹智慧、保守党的常宾、绿党的高靖兰、自由党的陈嘉诺、陈胜元、谭庚以及江邦固。 多伦多华人团体联合总会主席魏成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推出来的候选人,你们已经是大赢家了,是我们华兰之光,是我们华社的荣耀。 华联总会是无党无派的,包括我本人也是没有任何党派的,但是呢,我是呢,很乐意看到我们华裔的众多的参政人出来,来为国家参政与政。这是我非常敬佩的。 七名出席的四大政党候选人在见面会的第一部分,每人用三分钟时间阐述为什么其所属政党以及他本人是选民的最佳选择。 大家好,我是长斌,是世交宝爱尽阁选区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候选人。我们保守党自从2006年以来不停的减税。现在联邦的税率是50年来最低的。 我自己是98年来到加拿大的,那时候就做国际留学生过来的。我跟这位大家都是一样的人,我没有比大家很特殊,我就很典型。所以我能够听懂你们的话,我能够跟你们想的一样的问题。 我想要谢谢CTCCO,为带来所有的党候选择来,所以他们能谈谈一下自己和自己的党候选择。 The Green Party is the only party that's willing to take real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 I think it's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ime that we celebrate the fact that we have so many Chinese Canadian candidates that are running for all political parties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and I think it is a reflection of the maturity of our community that we can have such diversity of candidates. 我们加拿大的医疗制度真是很宝贵。 可以有钱没钱,都有什么急事,没有急事,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医疗制度。 所以很多新民主党这次竞选就是提出来,增加医疗制度做好些,老人加服务和退休金加多些, 还有就是另外小生意退税。 我们自由党的理念,公平,包容,尊重,多元。 我认为这些理念,事实上真的就是加拿大的价值。 所以说,如果我能从政,我能参加这个public service,能用我自己的努力, 让这个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公正,无论你从哪里来,你的背景是什么, 你都可以在加拿大生存,得到很好的发展。 A big thank you to Mr. Wei, to the Confederation of Toronto Chinese Canadian Organizations for organizing this, because part of the process today, I hope will result in better engagement within the community. We need to have our Chinese Canadians come out to vote, as my colleague and good friend Mr. Chan said earlier, we need to show better participation in the political areas. 保守党候选人梁忠心,因有其他安排未能出席,事先录制了三分钟视频在会上播放。 第二部分是媒体自由发问环节,记者就特定议题向各政党或候选人发问。 此环节也是当日记者会的另一精彩高潮部分。 各候选人唇枪舌剑,为所属政党推销护航,让观众更深入地了解各政党的一同, 同时对各候选人也有更充分的认识。 当日见面会的视频包括新闻报道及8名候选人各自的演说视频, 将由9月13日当天起陆续在加拿大网络电视内播出。